好,来看到保育类的水质是一期多夫质 由鸟爸爸来负责孵蛋 带小孩被称为鸟界的模范爸爸 这张孵蛋的画面在狱里的三名鸭场附近的大瓶植上可以看见 不过因为地主要将土地成租给当地的鸭业者 那么花莲县野鸟学会理事 林慧梅就赶紧联络到业者 那么业者也同意等这窝宝宝出事之后 再来动工 水质爸爸在扶平上面觅食 另外一头也能够看到水质悠游的在水质上漫步 这里是三名养殖场 原本是养贤 后来停工多年 地主要将这块地成租给当地最大的养鸭繁殖床 花莲县野鸟学会理事 林慧梅赶紧联络业者 希望能够先给保育类的水质爸爸来服役 因为那种环境很好 如果说以后还有发现说 这样适合水鸟 先是占据给它们地空能量的那个资质 是希望能够保育一下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 三名养殖场大约有十几个养鸭场面积很大 一直陆续都有发现保育类的鸟类在这附近栖息服役 业者表示会完全尊重保育类动物的服役 做动工的时候 可能他们先把水放掉嘛 卉美可能他有看到的时候 他就到我公司来讲说那边有水质是保育列的 那看我们能不能能不能让他就敷完离开之后再动工 那我说可以啊我就是联络亚农看看 亚农也说没有问题 那卉美这边说大概时间可能是大概一个月左右 那如果一个月不够的话 如果还没走的话 我到时候要动工之前会跟亨农姐在联络一下 那确定他们都离开了之后再动工 水质是一期多夫制 由鸟爸爸来负责复旦来带小孩 被称为鸟界的模范爸爸 这样复旦的画面在玉璃三名养鸭案附近的大瓶池上面看见 不过因为地主要将土地称租给当地的养鸭业者 花莲县的野鸟学会理事林惠美就先跟业者联络 业者也同意等这窝宝宝出事之后再做动工 记者高双双玉璃震采访报道